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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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就来到一间来自美国的汉堡包店 看看Menu 汉堡包有11种 牛肉的话可以选择它的熟成度 还可以选择套餐 小朋友也有儿童餐可以选择 还有小食 奶色和甜品 那我就叫了一个套餐 再加28元可以转无酒精的奶色 奶色很快就到了 那我就叫了一个青檸椰子 菠萝奶色 来到的时候就有把姐插在奶色上面 这把姐就是以前 酒楼叫啫喱糖的时候 就会插在啫喱上面 奶色上面就有鲜奶油 鲜奶油上面 就有一些烤过的椰丝和青檸皮 它的奶色就是用蕴蕾拿雪糕打出来的 那里面还有一些奇亚籽 味道就有蕴蕾拿雪糕的甜味 有青檸酸味 椰子味都很重 但是玻璃味就喝不出了 整体酸酸甜甜的挺好喝的 接着这个就是经典漢堡 漢堡包尺寸很大 旁边还有沙律和酸瓜 薯隔的份量都不少 它的沙律是暖的 不好吃 漢堡包里面就有洋葱 番茄山菜 安格斯牛肉漢堡 醬汁就是茄汁和黄芥末 牛肉我就叫了不成熟 肉汁比较少的 而且没什么肉味 漢堡包吃下去就比较干身 醬汁也比较少 那我就对这个汉堡有点失望了 薯架每一块都很大块 而且是很完整的 炸得非常之好 好吃 总结 漢堡包尺寸很大 吃完已经好饱了 女仔或者小朋友应该就吃不完 它的漢堡就比较干身 而且没什么肉味 反而奶饰做得比汉堡更好 这个价钱来说 还有很多选择 另外餐厅里面有三四位店员 只有一位懂得说中文 大家下单的时候 可能就要用英文下单 今天影片到这里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 记得给个like我 留言 分享给你们的朋友 最重要是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钟 这样就不会错失我最新的影片 了